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你们来看看我面前这一瓶 它的名字叫做黑法西 是一种多肉的植物来的 虽然它是多肉植物 但是它可以很湿也可以很干 我一般是把它种在我的后发园里的 天气太冷的时候 如果它的温度低于5度 我就会把它搬到我的厕房里的 但是它今年开的太美了 长得也很好很有霸气很壮观 所以也拍了一个视频跟你们分享 也做一个记录 它今年开的姐莫的壮观 这一种植物呢 它一年西归都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天气暖和的时候呢 它几乎都没有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变成几红色好像黑色一样 它养肤的方法很简单 我一般都没有理过它的 三两个月嘛 两个月也有下雨 它也是这样 整个夏天没雨 没雨很干 它也会没什么大的问题 如果要分住的话 如果要分住的话 就把它的缸子 它其中的一个缸子 把它摘下来 摘下来 你再拆在土里就可以了 它今年真的长得很 很壮观很美啊 我今年因为蓝花养多了 对它的照看也没什么照看它 它可能就是有点不开心吧 所以它就长得这么漂亮来给我看 所以我今年就把它搬到我的屋子里面来 一般我不会把它搬到我家里来的 都是冬天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它搬到我的车房里面 从3月份到11月 它都是在后发源的 一般我都是这样的养护它 它还会开发的 我去年我哥哥有一盆它开发开的很多 我后边呢 有我哥哥拿一盆开发的给你们看一看 如果你们有村区的话 可以留下来看看 是不是很美啊 很中观啊 它的名字叫黑发丝 我的普通话讲的准不准 是不是叫黑发丝 很美啊 好像一朵花一样 嗯 姐你是早上 7点4 8分 现在早上 有 它的湿度有 643 17度 还可以吧 晚上这里只有14度 我还没有开暖气 14度到13度 晚上我结果 我这里 它今年真的开得很美啊 你看有多美啊 它的颜色 你看 绿色 然后就慢慢变成几红色 看看里面吗 这里有一个鸭子 Duck 你看 有一个Duck 你看 有一个Duck 它开发的时候呢 也是很壮观 我哥哥姐一盆呢 也是在我家里摘下来 然后他自己种的 他种到开发 我没有种到他开发 那好 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 我现在那边呢 阳光很好啊 鸟语发香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OK 拜拜